大家好 2021年4月29日 第六部视频 4月29日 张恩华突然去世 张恩华是谁啊 在国内喜欢看足球的 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人 可能都知道 张恩华呢 原来是大连足球队队长 也曾经代表中国队 参加过世界杯 而且用投球击败过沙特队 他是中国足球 少有的能争点光的 这么一个运动员 张恩华才48岁 忽然就猝死了 也是震惊了国内的足球界 还有很多老球迷 这些人呢 感觉这个张恩华 职业运动员 身体素质也非常棒 而且呢 也没有离开足球事业 一直还在从事体育工作 身体自然是不错 怎么忽然就猝死了呢 坏就坏在喝酒上 张恩华平常还不太喝酒 昨天是28日 在前天28日过生日 昨天过生日 今天是29号 过生日 生日宴上喝了不少酒 和朋友们亲戚一起聚一聚 高兴 多喝一点也正常 衣食也很清醒 然后呢 又喝完大酒之后 出去和朋友 再继续庆祝 在庆祝上自然免不了 可能还得喝酒 又喝了一些 回到家还没事 到了家里 突然出现了休克的状况 家人叫了救护车 进行了紧急的心肺复苏 然后转到医院 全力抢救 但还是回天无力 去世了 那第一呢 这个事情呢 表示 这个对张文华 的惋惜 这么身体素质 好的一名 曾经 为足球事业 做出贡献的 一个运动员 表示惋惜 也对他的家人 表示这种哀悼 同时我们也说一说 这个喝酒猝死的事情 在中国喝酒猝死 可不是 这个很罕见的事情 这种事情经常建筑于报端 我的朋友 就有喝酒猝死的这种情况 那个原来我的一个领导 爱喝酒 是有客户 有这个迎来送往的机会 也喝 就是自 当然他机会也多 这个也养成了这个喝酒的 这种习惯 本人呢 在这个酒量上呢 又 比较值得炫耀 能喝个一斤半到二斤的白酒 而且是高度的 状态不好的时候 比较保守的时候 喝一斤是正常 喝一斤以下 基本上就算不喝 身体素质也很好 那就是有一次大夏天 突然喝酒 天又热 又喝了高度白酒 然后也是给猝死了 就在这个 他的专车上啊 这个出现了这种昏迷情况 送到医院 就是急性的这种 脑梗 脑溢穴吧 脑溢穴还是心脏病 就给猝死 很多朋友在报纸上 也见过很多这种情况 有的是心脏病发作 有的是脑溢穴发作 等等等等 一个饮酒确实 容易出现 这种心率加快啊 造成这种 血管 而精卵啊 等等 容易造成猝死 还有呢 人呢 是长期饮酒 更是容易引起 这个猝死的情况 在这呢 我们还要稍微说一句呢 中国这个酒呢 在猝死跟前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贡献呢 是打引号 为什么那么说呢 中国的酒呢 为了那些年 就是提高产量 节省粮食 还能供应给人民 让他们像香烟一样 能够得到这种麻痹 因为社会压力大嘛 人的生活又比较苦 很多时候都需要香烟和酒精 麻醉神经 来舒缓压力 饮酒之后呢 继续接受中共的这种 高压生活 那中共呢 又一直这个粮食生产不行 就在五十年代吧 好像是 就由一些所谓的科研人员啊 这中共的这些走狗 发明了一些 这个超常的办法来酿酒 用非粮食 用一些下脚料 用一些 砸碎的一些东西 来酿酒 酿酒呢 还采取一些工业的制备的方式 因为用纯粮酿造啊 又是等发酵多少天 又是等一次蒸留 二次蒸留 反复蒸留 时间太长 成本太高 耗费的粮食呢 又太值钱 怎么办呢 用下脚料 用工业制备的这种方式 反正酒精呢 说白了 你无论是叫工业酒精也好 你还是叫实用酒精也好 严格来讲呢 不应该这么区分 你只要是乙醇 那就是酒精 人喝的就是酒精 至于你怎么做出来的 并不重要 你就是用工业的方法来做出来 他也是 只要是实用酒精 乙醇就可以 还有种说法呢 就是工业酒精呢 是假醇 这其实呢 是一种说法上的奇异 严格来讲 用工业制备的乙醇 和用粮食酿造的乙醇 没有区别 国内的很多朋友都说 这个工业 这是工业酿呢 勾兑酒 工业酒精 其实不对 工业造出来的 只要是乙醇 也一样能喝 关键是问题出在哪呢 是乙醇 没有错 但是在工业制造的方法之中 他除了造出乙醇 还会造出大量的 有毒的东西 掺杂在其中 最主要的是甲醇 还有一些其他的杂醇 和其他的这种化合物 这些东西呢 你很难和乙醇啊 进行分离 你用工业的这种制造方法 造出来之后 难以分离 造出什么结果呢 在和工业制造的这些酒的同时 你会喝露大量的甲醇 和有害物质 就出现了很多朋友 常说的那种 什么呢 头疼 口干 然后呢 酒量下降 平常喝有的酒呢 我能喝一斤 没什么问题 来喝这种酒呢 半斤就醉了 不是乙醇让你醉了 是里边的有害物质 让你出现了 头晕 木悬 口干 舌燥 呃 呕吐 甚至昏迷 这种情况 而用那个 过去传统的这种 醇粮式发酵的这种 制造的这种 制造的这种酒呢 这种乙醇呢 它为什么好呢 不是它那个乙醇 比工业的乙醇好到哪去 都是一种化合物 要按科学的方法来分析 它就是一种 关键是呢 它不出现那些甲醇 或者甲醇出的少 更不出现各种有害的物质 它呢 甚至还可能出现一些 酿造出来的 具有芬芳口感的一些 化合物 甚至对人有益的一些 这些微粮元素 或者是微生物 出现的一些好的副产品 那简而言之呢 就是工业制备 乙醇的过程之中 除了乙醇 还有大量的有害物质 而用传统的这种 尿造方法 出现的这种有害物质 很少 还会出现很多有益物质 这就是区别好酒坏酒的 最重要的 一个本质 中国呢 创造了这种快速的 制造酒精的这种方法 然后呢 再进行勾兑 怎么勾兑呢 不仅这个 要造出酒精 让你喝 还得让你呢 欺骗性的 获得和粮食酿酒 一样的口感 或者金色的口感 那怎么办呢 掺各种食品添加剂 你不是感觉 都有点口感吗 有点微微发甜吗 容易 加甜味剂 你不是感觉需要它粘稠吗 容易 加塑化剂 你不是需要它起磨吗 也加塑化剂 第一出来要挂杯 那有这种说法 挂杯呢 就是液体的表面张力 让中间呢 能鼓起来 能高于这个水平面 这就是张力的作用 加塑化剂 加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为了香型的不同 进行各种调配 我要这个叫茅台香型的 好 给你加这种香精 我要那种分酒的香型 好 给你加分酒的香型 就是这么办法 来愚弄喝酒的这些酒迷 一个目的 就是低成本满足大众的需求 那这个酒 有没有好酒呢 有太贵 很多人也分不清 后来呢 很多这个劣质酒呢 用了高档的包装 也卖的很贵 所以呢 你从价格上也不好分清 而有的真正的好粮食酒呢 这几年呢 价格也真不是太高 只要它严格按照 它的这个承诺的标准来讲 也并不是太高 关键是你能不能分清 要有一定这个酒类的专业知识 这顺便给大家聊一聊哈 你比方说 在北方地区哈 含有中国大部分地区 最常见的农香型白酒 你要看它的瓶子 上面写着 JBT10781.1 这个就是按农香型的这种固态发酵法来造的 我先普及一下 什么是固态发酵法 就是固态发酵法呢 就是这个传统粮食酿造的发酵法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发酵法呢 叫液态发酵法 就是工业制造的这种发酵法 就叫液态发酵法 还有一个呢 叫固态态发酵法 就是呢 结合这种粮食酿造 一部分工艺 然后呢 再用掺入一部分工业 这个制造的这种乙醇 都是乙醇 然后就是两者结合 就叫固态态发酵法 那你买酒的时候呢 你就看一看 你买的酒是固态发酵法的 还是液态发酵法的 还是固态态混合的发酵法呢 只要它是一个正规的大厂 它在这儿一般还不太会有貌腻 因为固态发酵法呢 它相形比较多 所以呢 这个 它的这个标准啊 也比较多 那我们就记几个常见的几个发酵法 你只要记住这几种 符合这个发酵法 就相对比较安全 这个就是纯粮 所传说的 纯粮酿造的 呃 就是比方说 全国常见的 农香型的 这种发酵方式 呃 咱说是这种真正的粮食酒啊 就是固态的哈 固态农香型 标准 是JBT10781.1 啊 你只要找到这个 那就是粮食的 比较放心的去喝 呃 酱香型的 就是茅台代表的 就是JBT26760啊 你只要是找到这个 那它即使不是茅台 它也是类似于茅台的 这种降香型的发酵方法 而且是固态的 比较放心 刚才说那个农香型 农香型代表是无良液了 呃 其他的香型 你比方说是 轻香型的 就是JB10781.2 这个就不说了 还有什么特香型 芝麻香型 凤香型 还有分酒的内容 我相信 我们就不说了 大家上网自己查一下 我告诉你这个方法 自己查一下 爱喝酒的朋友 最起码能少受点害 那你 这个态法 咋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 你把这个液态法 记住就行 因为液态法 无论是哪种香型 它都是加香料的 你只要看它这种 这个标示 是液态的 你就甭买 这也比较放心 液态发酵法呢 是JBT20821-2007 只要标这个的 你就知道了 都是纯勾兑的 可能有害物之多 还有一个呢 半液态半固态的 就是固液态发酵法 就是两者结合的 你尽量也别买 那个 它说是这种两种掺着的 其实里边 只要是用这种工业发酵法的 它肯定大量的 就是用的这种工业 以纯的制备方法 有害物之少不了 你可以认为 它就是液态发酵法 它的标准呢 是JBT20822-2007 也就是这 液态发酵法的20821 和这个固液发酵法的20822 只要这两个打头的 JBT 你就别买 剩下的 可能就比较放心了 是固态发酵法的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呢 我原来呢 和几个朋友 他们有几个好酒的朋友 他们呢 基本上呢 现在都是参照领导人的这种喝法 中共领导人怎么喝呢 一夜就喝这种 这个酱香型的白酒 再一个呢 就是喝农香型的 就喝五粮液系列的 然后呢 不喝这两种呢 就尽量喝进口的酒 喝什么酒呢 喝这种 大领导喝拉斐 对吧 小领导 就尽量喝一些原产地的 这种国外的这种 洋酒 或者是红酒 葡萄酒 喝这些酒 这个酒呢 比较让人放心 为什么 我是体验过 我就发现 国外很多酒 可能换成人民币 才三十元左右 三四十元的这种白酒 也是用小麦 什么做的 这种发酵的 喝了还真是 可能口感呢 你不太适应 但是喝了之后呢 还真是 让人感觉比较舒爽 惬意 而且呢 没有那种 甲醇带来的口干 头疼 其实口干头疼 都是甲醇带来的 就没有那个感觉 你就不会中毒 而喝国产那些酒呢 你要想喝到这种状态呢 性价比真的很低 你怎么也得上这个 知名的酒 你得上一二百 不知名的有一些酒 在五六十能喝到 但是很少 贵州的有一些酒 还是不错的 那个建议大家去喝一喝 如果喜欢喝的话 还是讲究一个产地 哪怕是贵州的 这个农乡型的 不是酱香型的 也有个别的酒不错 但是呢 贵州出的农乡型的 最好还是小心 因为贵州这个地方 主要出产就是酱香型 很多那个打着茅台阵 怎么能不能出的 这个农乡型 少说微妙 即使是茅台集团的酒 又怎么样呢 你记住茅台集团 技术有限公司的 还有茅台酒集团的 等等等等 还有茅台 这个什么白金酒集团的 当然好像现在也进行整理了 他们出的酒也少了 都不要去喝 要喝正宗的茅台 你就最好去喝茅台酒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酿酒厂 技术是厂结束的 只喝他出的酒 包括飞天茅台啊 五星茅台啊 包括茅台王子啊 那个还有那种叫什么 茅台的其他系列啊 很多很多的 叫做什么茅台 叫啥酒呢 好长时间不喝这个 这些酒了 都给忘了 当时是口熟能详 心里门清的 他们的酒呢 可能口感不一样 但是呢 可能那个酿造的时间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是 粮食酿造的 没什么问题 老一些的 有一些八大名酒的 还是很不错的 你像真正的那种 只要不是他那种分公司出的 或者集团公司出的 就是最正宗的 你像分酒厂 股份有限公司的 也不错 你像那个 叫什么压西酿 老贵州酒 好多人喝不上来 其实对人没什么伤害 也不错 都是粮食酿的 他那酒还挺便宜 就是很奇葩的一个酒 才 好像才五六十块钱就能买到 纯粮酿的 还有一些酒 像这个董 董公酒吧 不是 董酒 董酒 董酒酒很不错 贵州当地人都喝 这也都是纯粮酿的 香型也很好 关键是他们广告做的不是那么猛 你呢也未必 朋友 有的朋友也未必了解 经常喝一些当地出的一些酒 中原地区就没好酒 你像那个原来炒作的山东 成天做广告的 山东饮酒量也大 但是山东真的没什么好酒 这酒的知识就给大家聊一下吧 说到这儿可能是原来 喝过很长时间的陪人喝过一些酒 那个也不用学习 张嘴就能说 中国的酒有问题 自然我不知道这个回到新闻 这个张一华喝的什么酒 关键是你一次喝的少吗 还没事 甲醇这个没有多少 关键就是害怕 你喝这个醇粮酿造的 你比方喝茅台 这一次你超量的 平常半斤的量 你喝了一瓶茅台 只是可能会出现乙醇中毒 就是酒精喝多了 喝醉了 可能呕吐 但第二天的迅速都能被肝脏分解 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而假设这个人不幸 这次喝了一个名牌的 这个工业制造的这种乙醇 里边有大量的砸醇 然后为了让口提高口感 什么起沫 这个还有让那个酒液显得光亮 好看 这些东西都会有毒 你这次你喝了 你喝了六两七两 可能就会心脏 或者脑部血管出现承受不了情况 很可能出现这种 说是叫酒精中毒啊 严格来讲 我应该改个名字 我认为 应该叫 化学原料杂醇中毒 而不是酒精中毒 或者叫甲醇中毒 这种时候就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酒聊完了 其实隐身一下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大量存在 那些年出现的 那个外边做蒸包的 咱举例来讲吧 为了让这个包子做的好看 蓬松 往里边加那个叫铝鱼 叫养化铝吧 这种蓬松器 其实很多糕点里边都加 为了让那个包子馅好吃 他买的各种血泊 买的各种那个杂碎 淋巴 也是下各种香精 包子是这样 这个面包也是这样 蛋糕也是 后来喜欢吃蛋糕的 后来好多人把蛋糕 不叫蛋糕了 那个奶油不叫奶油了 叫芝士啊 或者叫那个动物奶油啊 奶油本来就是动物 这个奶里边做的 无非是牛奶或者是羊奶 但为什么加以区非呢 因为后来的中国大量的奶油呢 它不是奶油了 它是植物油 通过这种工业制备的方式 打发 做成反式脂肪酸 然后也起磨 也白乎乎的 加进糖 加进香精 和奶油差不多 香喷喷的 但吃进去之后呢 人很容易不消化 这些东西呢 就会进入这个血管之后 黏挂在这个血管上 为以后出现脑梗 和心脏猝死 打下基础 所以这种植物做的 你在国内 你只要看到是 你问他一声 是这个牛奶提炼的奶油啊 还是植物性的奶油啊 植物提炼的那种奶油 你就不要吃 人可少吃一口 多花点钱 要点这个动物制备的 纯动物的 或者你自己买点那个 买个打发器 好像几十块钱也不贵便宜的 然后买点那个 这种奶油 或尽量买点进口的奶油 什么铁塔的 总统的都不错 回去打发一下 自己做 吃着也放心 加点糖就可以 什么原料也不用添加 很香 很好吃 中国的食品问题 没法谈了 咱只能谈谈白酒 稍微隐身 说点包子 说点奶油 大量的食品都有这种问题 面条 面条也是 在国外的面条 和国内的面条 也不一样 国外的面条 你在国内也可以买到 意面 其实国外 也不叫意面 很多 各种各样的面条 他很耐煮 你想把它煮熟 比方说国内 可能 五分钟 十八分钟 就煮熟了 在国外这种面条 你可能等于煮十来分钟 吃了之后呢 国外面条呢 相对来说 可能让你这个耐饿程度更高 很长时间不饿 那国内呢 很快就饿 为什么 这个按一个国内常说的说法嘛 国内的面条制出来之后 这个不太出数量 在国外呢 这个呃 那个就不好 国内就是认什么呢 出数量的面条 不太认那种不出数量的面条 国外的面条都不出数量 下多少就是多少 他就很少膨胀 而国内很多人认可那种出数量的 放进去 一泡一煮 他就膨胀 也容易熟 呃 一点面条就能出一大碗 但是呢 你吃下去还真是 不太耐饿 为什么 就是夹各种蓬风剂 夹各种这种添加剂 呃 也容易熟 是也出数量 骗的是谁呢 骗的是消费者 呃 这种东西吃进去 肝脏肾脏 这个长期日积月累 会怎么样 得各种病 大家都很清楚 啊 食品 安全 借着这个张一华 这个酒精中毒 猝死48岁 大豪年华 这个事情说一说 我不知道他那天喝的酒 是什么酒 一个可能真是乙醇中毒 喝的太多 再一个有可能就是喝到甲酒 甲酒的概率不高真正的甲酒 是什么甲酒呢 就是这种往里边掺大量的 这个工这个工业制备的乙醇 里边这个杂醇提炼不够 对人的伤害太大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啊 抓紧结束吧 说的也挺长了 在外边有嘲嘲吧 火挺乱 好了 拜拜